即使新闻综合报道近来吃鸡游戏风靡全球,但画面操作方式雷同的游戏有好几款,民众难以分辨究竟哪一个是官方正版。 今6日,首款军事射击吃鸡游戏《绝地求生大逃杀》正式向美国法院提出告诉指控中国网易公司所发行的两款手游荒野行动和终结者II侵权并要求网易移除这两款游戏的所有版本。 据统计,《绝地求生》层占全球最畅销游戏宝座,游戏开发商为南韩游戏公司拦动旗下的子公司PUBG。 根据彭博报道,PUBG今天已正式提告中国网易公司指控网易发行的设计手游荒野行动和终结者II抄袭。 不仅游戏中跳伞和载剧等设计十分相似,连最为人所知的大吉大利,今晚吃鸡的获胜口号都雷同。 南韩PUBG公司要求这两款游戏从Apple Store和Google Play下架,并且向网易求偿近千万台币。 去年10月传出中国广电总局拟对绝地求生游戏下达禁令,原因是这款游戏血腥暴力严重偏离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习惯与道德规范,不利于青少年消费者的身心健康,但网易却。 在去年11月推出游戏设定及相似的荒野行动,还抢先一步在中国腾讯公司代理的绝地求生之前上市,抢占下载量排行榜,如今网易因青春纠纷哀稿,据悉目前网易尚未有相关作为。